萬華爭取 謝謝你們 開心與玻璃市大人合影 代表國民黨參選 臺北市長的蔣萬安 繼上週造訪士林萬華後 又再度回訪萬華 似乎艱混選區跑得比較勤 台北市每一個區 都是我努力耕耘的地區 每一位民眾都是我持續傾聽的對象 我一樣會一步一腳印 來好好的爭取民眾的認同 請走是選舉的不二法門 選舉沒有財富 再對 老台語說要勤走基層 繼日前捐物資給醫護後 這次和黨內青年團 帶來一箱箱飲料慰問軍警 不過黨內青年卻爆出走潮 沒被提名的候選人 轉投靠敵對陣營 難怪蔣萬安被點名 陸展出現危機 決定加入黃珊珊副市長團隊後 第一時間有向市黨部報備 目前我沒有得到相關的訊息回復 求財若果 陸展是一直在做的扎實工作 我們也都持續在進行 個別的狀況不一定能夠代表基層的情形 不只山嵐出現倒戈聲浪 蔣萬安的兩岸政策也一變再變 現在五月拋出一旦當選 雙城論壇必須在共機不擾臺的 三個前提下舉行 不過到六月態度放軟說不會因為單方壓力退縮 會在符合市民期待下讓論壇繼續下去 遭質疑政策法夾彎 我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 當然希望盡全力來創造 所有一切有利的因素 讓論壇能夠再符合台北市民的期待中 繼續辦下去 但是我也要強調 共軍擾臺 絕對對於兩岸關係以及區域和平 是沒有任何幫助 應該立刻停止 兩岸間要在互信的基礎上 和平相處 務實交流 隨著選舉白熱化 蔣萬安的一言一行 也正被放大檢視 進行黃宣 董優俊 採訪報導 rule 休息 採訪報導 約116 付丹 因素 休息 採訪報導 排列 馬熱化 入列 馬至 翌日 休息 採訪報導